欢迎收听中和河海财经网站4月29日的收市广播 恒指今天期指结算 大市反弹了280几点 看到收市来说恒指升了287点 报29893点 成交正一步缩减747亿 上市股份有900多只 下跌也有800多只 看到今天的市况来说 都是在29800这个位置进行结算 差不多整个月来说 恒指的波动都不是十分大的 都是在月头的大概29400几点 最高月中是30280点 现在在中间这个位置的结算 相信要结算完之后 假期后服侍的情况 才会有进一步 对于恒指来说 5月是否真的会再上一步深调整 还是会有一个新的风向 但是先看A股的表现 A股那里来说 上证综合指数来说 今天仍然未止射 仍然跌到23点 报3062点 留意上证指数 上证指数 要到今天跌到 大概50天线 才有一个支持 特别留意 如果用英王证券 闪电街平台的 系统来分析 A股的走势 已经很一样 虽然跌幅不是很多 但是从技术图表来看 今天出现了一个卖出信号 即是说A股有机会 再进一步更深调整 我们参考过去几次的情况 但逢出现了卖出信号之后 大肆来说是需要跌一段时间 才会再次出现一个红色的信号 换句话来说 每一次出现录出信号之后 都不会立即第二天变回红色 就抽上去 所以来说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 推算的话 A股有机会 真的要再跌深一点 才有机会团定 所以来说 刚才这些必须要小心 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 随便去加仓 特别是 明天来说 就是五日黄金周假期之后 是最后交易日 A股来说 那个成交也是 6459亿元人民币 比早前的7000 8000还要少 更加不用说 就是早前去回 3月至4月初 那些上万亿的成交 成交又不配合 技术上出现了一个卖出信号 短线来说 A股真的要观望 暂时就可能 未必有再大升的动力 那么就 看回港股的表现 今天呢 虽然大市上升了 那么最主要是看回 都是靠一些重磅股所推动的 那么就看回建行 那会升回10%左右 那就是公行也是一样 那也是反弹了0.7% 那么就 另外来说呢 就是今天呢 就是 浩岛股来说 就做得比较好 那看到呢 一只银行娱乐 那升了2.8% 跑赢了大市 那另外一只金沙来说 是 也都是升了2.5% 那就看完 看了两只 那只美高梅来说 是今天升了4% 那但美高梅来说 技术走势就相对落后一些 那另外来说 就看完一只 是永利澳门 那永利澳门 还破了顶 那又升了4.7% 那就 那就 相信这个和 五一黄金周的那个价值有关系 那另外来说呢 就是 那些医药股呢 今天来说都排用了大市 那八云山 八七四呢 那就公布了业绩之后呢 就 抽升了10% 那另外 就是 带动到 那些蓝筹的 那些医药股来说 都有些反弹 那石药升了3% 那就是1177 中生制药来说呢 都是升了0.1% 0.9% 那 那就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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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上有机会挑战23元的水平 升穿了有机会再提高一些 有些大行来说大幅调高内险股的板块的估值 认为内险股现在才刚刚起步 市况不明朗 虽然今天升了 但始终大家对5月份的走势来说都不是很掌握得到 足使资金留在收息股方面 看到领会来说今天0.44抽升了1.1% 去到93.7元 有机会想破刑刺破94元的历史高位的机会 今天都触碰一触 最高是93.95元 只差一格 如果穿了的话有机会再上升了一阵 看到来说就是 今个星期来说 除了有五一黄金周之外 其实呢 一些外围的消息都必须要注意的 就是 美国也是公布这个 意识结果 也都会公布飞龙 中美贸易方面的谈判 也都会在今个星期再次展开 所以几个因素来说叠加在一起 令到大市市场都要看完这些因素出现之后 才会判断投市的走势 今天暂时的分析就是这么多